春天的来历 悄悄地湿出暧昧的气息 在百花几方的季节里 哈喽大家们我是吐司 今天呢我打算换一个 即将到来春天的一个 踏春初油妆 像我最近皮肤状态的话 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说我喜欢在妆前 用一下这个贴贴霜 它这个质地抹起来 还蛮像面霜的 亮的话我们不要用的太多 然后如果你比较容易 卡粉的地方 你可以稍微叠加一丢丢 涂完之后呢 皮肤有这种微微的粘性 才能让之后 我们的底妆就扒得更老 变霜的质地的话呢 它也会比普通的妆前 要滋润一些 所以说到时候 你上底妆的话 就是会浮贴很多 然后今天呢 我打算用一下 Ghost大叔的那个底妆大法 就是让底妆给大家浮贴一点 先搞一点爽肤水 我用这种爽肤精华 加上一丢丢的乳液 来点 粉底用的是这个 我已经用了有一段时间了 我感觉它上脸之后 是那种非常有呼吸感的妆容 感觉还蛮适合 今天的这个妆容妆效 然后把它混合起来 像这个粉底的话呢 它主打的是纯净底妆 原料都没有刺激 或者是风险成分 所以说我觉得 还蛮适合明明一起去用的 卷脸上完之后就这样 我感觉它的妆效 是很自然的 但遮瑕力度还挺不错的 而且很服贴 鼻翼丝毫没有卡粉 有毛孔的地方 妆效也很完整 眼帽的话呢 我们今天画一个浅色的平美 眼影选一盘粉色的 按日常的话 把它去画就好了 腮红的话比较重要 我们先用一颗这样的嫩粉色 打在我们的面中 然后再用一颗 比较偏橘色性色的腮红 打在颧骨往回扫的地方 最后我们来夹个睫毛 涂一个口红 就可以美美的出门啦 口红首选的话 就这种镜面的唇幼 最后我们也可以准备这种 就是非常具有春天氛围感的 这种小头巾啊 或者什么东西啊 然后再出门 就更不错了 那我接下来就换一个造型 待会见 春天的来临 悄悄地试出暧昧的气息 再败乎其放的寂寂